嗨 大家好 今天是5月5号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我们来到了青岛的海鲜早市上 看看海鲜的价格 跟自己的预想是一样的 能便宜一些吗 大叔这个虾糊怎么卖 大小的虾 65 实在没啥卖 最大的最贵的就是65 7、80 小的稍微便宜一点 老板这个鸦片鱼怎么卖 黄花呢 今天是青岛的休日期的第五天 在市面上养殖海鲜逐渐增多 像画面中的石斑鱼 鲨鱼 鲁鱼等等 都是新鲜的养殖海货 这个十甲红多少钱 这个65 65 这个本地的哈 对 现在肥了 哎呀都带黄的 带黄 带黄啊 没把蟹了 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现在是早晨的7点 看来这个早市上的人气还是挺好的 不过今天的海鲜价格并没有想象中的便宜多少 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这价格涨了呀 价格涨了 涨了 涨钱了 我以为今天都便宜一点了 我以为今天都便宜一点了 这都卖28了这个 28 30了哈 过少了价格贵 我们在早市上转用了一个多小时 刚才我们看见的霸鱼 又是前几天风海以前冷藏起来的 曾鱼的眼睛就能比较出来 没有以前新鲜 但是它的价格还比以前贵了三块 老板告诉我 往后这种野生的海货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价格渐涨 虽然当下这个养殖海鲜正在大量的上市 价格相比去年也便宜不了多少 青岛人常见的嘎啦三倍都在七八块钱一斤 因为整体的物价上涨 想要吃到美味便宜的海货比较难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